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讲到健康 最近这一阵子温差一变大 很多感冒过敏 或者是各式各样肠胃毛病的 这个状况就特别多 然后中医的逻辑里头 秋天其实要养肺 这个肺养得好 对于这个入秋乃至于温度的变化 身体的免疫力跟抵抗系统 会比较顺畅跟健康 那到底这个秋冬怎么样健康来保健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雯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嘉医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欣梅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的医生好朋友 李玉佳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好朋友 钱振宏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师傅 大家好 好 问一下刘医师 这个刚刚讲 入秋之后温差越来越大 感冒的案例 过敏的案例 肠胃不舒服的案例 各式各样毛病的案例最多 那你本来本科是耳鼻喉科医生 每次温差一变大 其实这一类的病人都会变多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 如果7月8月医生生意不好的时候 等到9月慢慢生意会好 是因为秋冬变化 病毒感染 声音进入旺季 是是是 那当然就说我们常讲说 其实你看一个小小感冒 或者一个小小小过敏 你觉得好像就这么简单吗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我在跟各位讲说 什么叫鼻炎鼻肉炎过敏性鼻炎之前 我先分享一个案例 那个案例其实在我大概将近10年前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一个国小的一个女生 她妈妈带她过来 其实她先去看眼科 那这女生去看眼科是干嘛 因为她就跟妈妈讲说她眼睛痛 那眼睛痛的时候 到了眼科之后 眼科帮她医师妈妈做视力检查 视野检查 说都没问题 可是发现这个小朋友 她眼睛是慢慢鼓起来的 那鼓起来来讲 而且一压就痛 而且红起来 那后来眼科医师妈妈讲说 你是不是可能 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 或鼻豆炎 引起的细菌 那赶快请她到这个 比如门诊来看 当时我们在一进来之后 我们发觉不对 因为我们眼球会动 她一边眼球 你这边有什么动 她眼球是不动的 固定的 这已经是眼球 那一定出状况 后来我们照了CT跟照X光 发现她整个的鼻豆的脓 串到眼眶里面去 然后这叫眼眶的并发症 各位知道 其实在这个鼻豆或细菌 跑到眼睛去 是我们很怕的并发症 因为你不处理的话 眼睛会瞎掉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比较可怕的是说 我脓如果往上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一个骨板 细菌串到骨板 造成颅内并发症 造成脑部浓痒 我们都碰过 所以特别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如果假设有并发症 当然那个女生后来 我们赶快做一些 紧急的手术 用抗担素 大概五天之后就出院了 眼球都变OK了 那很多人说 到底是什么 过敏性鼻炎 鼻豆炎 感冒傻傻分不清楚 我们先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各位看一下 当然过敏性鼻炎 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可以鼻塞 鼻子痒 打拼流鼻水 我们在内视镜 或看到鼻腔里面 会稍微白白的 年末会白白的 但是可以看到中间 如果有鼻豆炎的话 其实它里面 鼻子里面浓会出来 而且它的浓 会从鼻豆的出口 跑出来 我们看到 有的人会长期 鼻涕倒流 哇一检查 原来是鼻豆炎 当然鼻涕倒流 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造成的 但如果假设是 我们这个鼻豆炎的话 确实可能医生 就要局部治疗 会叫你洗鼻子 那可能有些抗担素 那一般我们怕的是感冒 各位感冒 我们分到两大 一个就是一般的 普通感冒 一个是我们比较怕的 流行性感冒 那我们现在国家卫生单位 国家如果说年纪大 或者符合条件的 应该去打一个流感疫苗 如果看到感冒 一般来讲 我们有些喉咙痛 咳嗽或者发烧 那当然更严重的 肌肉酸痛 哇那个全是疲倦 我们看到的鼻肉的 里面的年末构造 是有点红红种种的 但是如果它是 病毒感染的话 它不会很浓 所以一般我们再讲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它里面的 鼻子症状 配合喉咙检查 我们可以初误判断 你是单纯的过敏 还是鼻豆炎 还是感冒 但是基本上来讲 我还是提醒大家 不要自己当医生 如果说假设 你有这个鼻子不舒服 喉咙不舒服 咳嗽 真的搞不太清楚的话 还要请医生检查一下 免得有些严重病发生 就麻烦了 而且天气变冷 感冒跟流感的案例 就越来越多 其实到了大概秋冬季 尤其是接近过年 这段时间 其实每一年 在这个时间 我们的流感 就会是高峰 流感会对身体 有多严重的反应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在这个之前 我先讲一下 因为其实10月15号开始 我们的公费流感 就已经开始施打 所以如果你有符合 一些这个政府 你会看到 他有一些条件的人 我就建议你 不要铁齿去施打 就符合免费施打 标准的都应该去打 对 为什么呢 我就讲一个 这个算血淋的例子 有一个80岁的阿公 这阿公呢 他到了流感季节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因为他是独居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出门 他就觉得那每次 我其实不需要施打疫苗 然后他又怕疫苗有风险 他就没有施打 那其实每一年都是在过年左右 是流感季 刚好那一年 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 好死不死 他跟他们全家人 过年去吃一个团圆饭 吃的时候 其实家里面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得了流感 可是因为小朋友 他其实是有施打 这个 其实我要先讲 打疫苗还是可能会得流感 只是他会比较预防重症病发 所以这个小朋友 他还是得了流感 这个时候阿伯他不知道 他就回家 一回家之后 隔了几天 隔壁邻居敲他们 因为觉得最近怎么都没有出来走动 一进去看 整个人传到不行 那个病人比较不幸 他到医院的时候 一照X光 两片的肺全部白掉 他就是流感并发肺炎 那时候医生想说 紧急已经不用再 那个时候吃客流感 可能也来不及了啦 所以那时候 其实是紧急要治疗肺炎 正在准备插管 然后做治疗的过程 从进医院到 人走掉只有两个小时 人就很不幸就离开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一下是说 每一年 其实每一个时间点 都会有感冒 可是到了这个季节 刚好流感 就是这一支病毒 就是所谓的感冒的一个症状 让它更严重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会 在这个时期点 去宣导流感流感呢 原因是因为流感 它有几个最大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它容易并发病发症 比如说肺炎 脑炎 心肌炎 那它的并发症的 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我们通常是1到4% 也就是100个人 假设100个人得到流感 会有一个人到4个人 它可能是并发重症 如果你并发重症 会有接近50%的死亡率 也就是说假设 你不幸已经走到 并发症的时候 你就要非常小心 因为可能会变成 有死亡风险 那什么人更容易 会引发重症 跟引发后来的 后续的死亡的状态呢 其实就跟我们的免疫力有关 这个东西可以反映在 我们流感疫苗 什么人是公非施打上 我们发现 比如说两岁以下 年纪比较长 或者有慢性病 甚至孕妇 或是有小朋友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是属于一个 免疫力相对 我们预测比较低下的族群 所以他流感就容易 会造成并发重症 可是我们要特别呼吁一下 每年都因为这样 所以这些人其实都有施打 我们就发现 每年青壮年人 都会有死亡案例的发生 所以应该是说 假设你遇到了这段时期 你也预测 你可能会工作的压力 比较大 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 其实你都应该施打 流感疫苗 因为他可能会 并发重症的可能 那接下来我们安琪老师 就要分享一个 秋冬的健康好料理 这个录影之前 安琪老师听说 这个疫苗开打 也觉得说要赶快去打 对 那一年几年前 我因为去美国 给我女儿坐月子 女儿盯着我一定要打疫苗 因为有小baby来了 对 所以我们大人 为了小孩子要打 对 因为新门医生 刚刚录影前也讲 也刚打了这个疫苗 也因为家里头有baby的话 万一传染给小孩 很难照顾 对 因为现在疫苗 小朋友六个月以上才能打 所以六个月以下 是请爸爸妈妈妈施打 去保护这个小孩子 对 好 那这个安琪老师 今天要分享大家 秋冬这个调养免疫力 这个咸甜两吃的好料理 对 我觉得大地 实在很照顾我们 因为到了秋天 一些白色的食材 就是互费的就出来了 对 像莲子是时季节 像百合 百合 对 这个是梁朵百合 我把大的挑出来炒 小的我想就做甜汤 这个百合也是秋天的季节 那这个山药现在是一年四季都有 因为它是人工栽培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新鲜白木耳 现在也是一年四季都有 所以我们今天拿一些白的 可以做甜的也可以做咸的 好 那做咸的就牛肉炒三白 但是做甜的老师事先炖了一下 这个给观众朋友看看 这个是新鲜的白木耳 新鲜白木耳 大概红枣 红枣要先差不多煮一个钟头 你吃吃看我的红枣很甜 先把它煮开煮到这么肥厚 煮得胖胖的 那有把它割破吗 没有割破 所以它是带纸的 带纸的 对 带纸的没有割破 它的肉会比较甜 那这个胶纸都煮出来了 因为汤都很浓稠 这个新鲜木耳 你也大概要煮到20分钟 它才会这样子软滑 然后我们再来加莲子 这个莲子是新鲜莲子 新鲜的 我们台南白河的莲子 所以新鲜莲子是熟得比较快的 熟得比较快 它大概只要三五分钟就烂了 然后这个是山药 山药把它切丁 切小丁 山药也是会有粘性的 然后这个百合 我稍微晚一点加 因为我这是百合的心 比较小 所以可以晚一点 晚一点再加 好好喝 炒鲜在这边 我们就先拿这个三白 我今天是拿三白来打底 那牛肉的话 我把它腌好了 那这边我们先来一点油 三白的材料 跟这一锅甜的一样 一样是这个新鲜的白木耳 那一样有山药 一样有百合 但是没有莲子 因为我觉得炒菜里面 莲子小小一个一个去夹 不好夹 所以我们这边先把油加热了之后 那今天要炒的是牛肉 我们给镜头看看 老师这个是什么部位 这是沙朗 沙朗 沙朗的部位 那这个是本地还是这个 这个是台湾本地的牛肉 本地的沙朗部位 那有腌制吗 有腌制 我今天拿了这个酱油 然后有麻油 有糖 有一点点胡椒粉 然后有太白粉 腌多久 最早要打水 最主要先打水 然后吃水膨胀 它这个因为是切薄片 大概它只要二三十分钟 就入味了 因为它是薄片 对 但是因为你长一点没关系 因为你的酱油量是固定的 它不会说越腌越咸 对 所以我们如果是时间的关系 你可以早上腌了 下午去忙自己事情 晚餐再来炒 你要晚上才炒 你下部调味料的时候 手就轻一点 对 那这样的话 反正只有这么多的 这个咸味道 它就不会煮得太咸了 好 那老师 我们看你这一锅 你这一锅刚刚把百合山药 跟这个白木耳都下去炒 对 可是明明要炒牛肉 为什么不是先炒牛肉 我这个是打底 有点像冬天下雪 然后有这个雪地的感觉 然后炒过葱姜的牛肉 再放在上面来打底 所以你等于炒葱姜的牛肉 会有调味跟咸度 然后让它的风味 能够沾上这一些白色的食材 对 那白色食材像我们百合什么 都需要稍微加一点水 给它稍微软化一下 软化一点 因为通常你这样子烧 它们都没味道 对 它们都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要加盐 所以像这种食材 它是很中性的 就是我们可以吃甜的 可以吃咸的 你吃甜的很好吃 但是你吃咸的 也不会觉得很突兀 好 那我们这个百合 因为我是把百合大 百合现在多半是内地来的 那个内地兰州 是养百合的一个重镇 那卖菜的老林跟我讲说 现在这一批 其实还是去年的 对 今年新的大概在10月底 11月 然后就会来了 它是在养在这个墓穴里头的 整朵整朵的 那外面它会有一点 屑屑 杂质 杂质所以要拿水冲 然后把边上有黑的褐色的 给它修干净 而且一半一半要把它洗干净 修干净 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你那一锅 你那一锅在这个时候 就要烧它调一点盐 盐巴跟咸度了 对 然后待会牛肉的咸度 跟这个巴一点调味料之后 还会有这个沾附 上我们铺底的这些食材 对 好 那这边呢 这个其实白木耳本身已经很有胶质了 对 那我们也稍微带一点点的太白粉水 好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要让它也挂上一点 挂上一点 一点点就好 因为最主要是不需要它这个待会之意 把牛肉都馅下去了 对 然后吃的时候也不要说只吃肉 那多吃了许多这个膳食纤维 跟这个富含胶脂的很多 这个当定的食材 对 其实这个白木耳我有先汆烫大概10分钟 所以比较坏手 对 你如果直接来炒的话 它会太硬 对 但是你现在看起来 下面整个都是一堆充满胶质的东西 半年来可以增加到5公斤 有一天上班上来就会打瞌睡 然后我会帮他验这个验血 甲状腺的问题 一验果然是流感 他觉得吃客流感应该整个状况就会好了 结果忙着一天吃一天没吃的 最后人喘到不行 其实他到甲乎病房是还有放夜客户 我们取出了这个三白的食材 也调好了基底的味道之后 再重新热锅热油 那老师现在要来爆炒牛肉 对 我把牛肉先下锅炒一下 牛肉爆炒 那今天也会让他这个增加一点香料 所以其实也准备了葱蒜跟姜片 那为什么是先炒牛肉不是葱姜先爆 我们因为在家里炒不会像餐厅一样 在很多油里面去过油 所以需要炒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你如果先放了葱姜 怕葱姜在里面一直炒 它都软了 或者是葱会变黄了 不好看 所以所有的牛肉的风味 都是你刚刚腌料的风味 所以这个腌料 像我们平常常常在讲 腌肉类只要水 太白粉跟酱油 但是这里面我今天还放了糖 放了麻油 放了一点胡椒粉 就是让它直接待会炒了就有味道 那家里头如果喜欢吃沙茶口味的 冬天的时候 会炒一点沙茶的味道 那你就直接把沙茶倒进来就可以了 那炒蠔油牛肉 就把蠔油就倒进来就可以了 那如果葱爆牛肉 就是那个葱段爆多一点 葱段大蒜爆多一点 然后撒一点黑胡椒粉 然后最后起锅的时候放一点香菜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时候差不多肉已经拌熟了 我们就把葱姜放下来 对 可是因为你刚刚腌肉的时候 都已经有调一点麻油 那刚刚入锅也热锅热油炒 所以你现在锅子内 实际上画面看得出来也都是清爽的 对 并不是过油的 不是过油的 我们只是拿一点油来炒 刚刚放了一汤匙都会点的油 那因为今天的料多 我让它有点厚熟 所以我拿一点水 这样子水炒法 水炒法这样子给它炒一下 就让它的油不会那么过 然后这个水的话 又可以让它这个水炒熟 那同一时间我们这个也熟了 对 我们这个熟了 我们就可以来放我们的这个百合 百合 百合是一下子就熟了 百合一下子就熟了 尤其是我取的是中间比较小的部分 那老师像这样的甜汤 放凉了也是放冰箱保存吗 对 可以放很久 而且这个像吃 如果天气稍微热点 因为台湾的秋老虎不一定 那你就吃冰了也可以 当然中医是不赞成大家吃冰的就是了 那吃常温室温的也可以 好 那吃了 就是煮了这一锅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放冰箱保存 那这个稍微加热 微波加热也可以吃 也可以吃 对 好 这个牛肉好了 那牛肉好了我们就来上菜 安西老师每次把食材 应用到这个如火纯青 咸甜两次都非常棒 那这个三白 我们常讲三白 有一种三白是不能碰 就不能长碰 第一个就是白糖 白面粉 白油 就是所谓的反肢脂肪 可是安西老师这三白 大家可以尽量用 因为里面的胶脂 它里面纤维量非常高 然后对于我们一般来讲 呼吸和黏黏的保养 非常有帮助 我觉得大概如果入秋之后 像安西老师这种做法 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要讲说 有的时候就是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那好累 疲倦 像安西老师这个 有牛肉 我们有的时候说 贫血的时候 吃点这个红肉 确实对补铁 补点B-10是有帮助 可是我碰过一个女生 是这样的 你很特别 她是做那个marketing的 那她有一次跟我们讲说 她很疲倦 那疲倦到最后呢 其实她去 她刚才认为 她是缺点性贫血 所以她还去买B-10买铁 继续吃 然后后来 可是到副产科医生 那边来说 她说你没有贫义血 你怎么会 你就没问题 自己心理压力太大了 可是再过了半年之后 她开始肥胖 她在半年来 可以增加到5公斤 她说她吃东西来讲 就差不多 然后后来有天上班上 她最后打瞌睡很累 她主管讲 你去看医生 她说我看过了 我看过这个什么 副产科医生 说没有贫义血问题 她说你要看个 其他科医生 然后后来来 找到我们这边来 她说这样 作为营养条理这样 后来我们就 我感觉上 她内分泌有问题 然后我们要帮她 验这个验血 果然 甲状腺的问题 甲状腺 各位知道 甲状腺在我们脖子 这个地方 好 那甲状腺 我们常常讲说 甲状腺肿大 甲状腺肿瘤 你看有人讲话 这个会跳来跳去 这个就甲状腺 OK 那甲状腺来讲 这个理由是这样子 她在5年前 有甲状腺的问题 叫甲状腺功能抗净 我们知道 功能抗净的时候 眼睛会有时候 怕很严重凸拉 会心肌会手抖 那OK 那甲状腺功能抗净的时候 那叫自体免疫疾病 可能你那个时候 有抗体攻击自己的甲状腺 所以发炎 好了 也许她问题解决了 可是过了5年之后 她甲状腺可能被攻击差不多了 变功能低下 当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 我甲状腺数不够的时候 你整个新陈代谢是下降的 下降什么 水肿 心脏无力 疲倦 每天就暖洋洋的 做事没有动力 如果说这个 甚至人惊奇的乱掉了 排便的出问题 后来我们跟她讲 就是这个问题 她说没有别的问题 我说真的没有问题 后来就 我们又有些营养疗体 然后我们又加一些甲状腺数补充 她在短短的两到三周之后 精神就回来恢复了 而且大概 甲状腺数拉到一个功能 然后正常之后 她居然整个的活力 体重也多改善 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 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想一个病症 会套到一个疾病 各位千万不要想 疾病太多了 不是只有一个 皮血的问题会导致疲劳 大家注意一下 那问一下这一个中医 中医基本上觉得 秋天容易秋躁 所以养肺 善用这一些白色的食材 是很有意义的 你在秋天的时候 你想要补身体 有的人以为气温 已经开始下降了 然后可能就会 开始吃一些 比较 比如说比较温补的食材 但是我会建议是说 你还是要用 以滋阴为主 那我举例来说 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 他已经咳嗽 大概咳了四个月了 那他一直都是咳那种 没有痰的症状 然后最近开始 就是天气比较 温度比较下降了 他就想说 咳嗽怎么越来越严重 那我来补一下身体好了 他不像安琪老师 他是用三百去煮牛肉 他是用那个老姜 然后去炖那个羊肉 就他在隔天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喉咙会痛 那甚至他咳嗽的时候 有一些血丝出现 那其实我们在秋天的时候 要提醒大家是 你的那些新散的食品 比如说新辣的那些食材的话 你就要减少 因为这都会比较让我们 耗伤身体的阴份 甚至有些咳嗽的症状会更严重 那我在这边可以提醒大家说 比如说秋天 你可以分成三个食节来分 比如说在初秋的时候 可能会容易下雨 湿气比较重 你可以用一些山药 去帮我们健脾去湿 那如果在中秋的时候 就可以吃一些 比如说像是木耳 百合这一类它都是比较滋润型的 那到了比较晚秋之后 温度比较下降了 像安琪老师 他就有加牛肉 他就可以让我们 比较有一些温补的作用 我就觉得这样子 用这个饮食方式 度过秋天会很好 那请教一下钱医师 刚刚讲 入秋其实感冒多 过敏多 好像肠胃那种毛病的案例 也特别多 的确 那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吃的关系 像我们有中秋节 吃来大堆月饼之后 就肠胃倒不是 那我之前是还有一个印象 就是有一个中年的爸爸 就是一个中年四十岁的男性 他让我们整就医的时候 他是差不多前一个月 他是自己常常拉肚子 一天上厕所四五次 然后肚子容易脏气 那我看他的病例 我点了一下 去年他同样这个时候 也来就医 去年我看他的症状 几乎跟现在一模一样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都是这样腹脏 然后腹泻 然后有时候 就很多气很多 然后一直想要炒厕所 那时候其实去年 有帮他做过检查 大肠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他吃药之后 也慢慢也恢复了 那今年又以同样的症状 又来又来医院 我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最近 会不会工作压力大 才导致于你的拉肚子 这些问题 他说也不会 然后他吃也很注意 那我在想 我就好奇问他说 那你不然你一天里面 你平常最频繁是什么时候 他说接近下班的时候 四五点的时候 他就一直要去跑厕所 一次上个四五次 我说你那个时候 有什么事情 因为通常下班 大家心情都变好 想说要下班 应该是 那个时候应该不是紧张的时候 从来不吃辣 也不吃什么胡椒 只能通过溜皮血 发现 这个小朋友有点苍白 一眼血发现 诊断确定是血癌 空气污染 它会造成全身性的发炎性反应 在这个秋冬季节 冬天来的时候 所以他回想起来 他说其实那个时候 他会一直心里要急着 去接小孩放学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因为有时候到了 这个季节的时候 像我们服务的地方 在基隆 他那个时候 常常阴雨绵绵 尤其到了下班时间 他想说 什么天气 又突然变冷了 他开始在烦恼 小朋友是不是没穿外套 等一下去接他 被塞车啊 然后下雨天会淋雨之类的 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然后就会这样 因为这样 他就一直去跑厕所 所以我就跟他解释 我说你这个就真的很像 是肠躁症的症状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心情啊 我们的焦虑忧郁 都会影响我们肠道 这个我们叫做 大肠肌躁症 有时候我们就讲说 叫肠躁症 那甚至有些 有些阿伯啊 就是年纪比较的长者 到我们诊 他会直接跟我说 医生我这个肠子 我最近肠子得了忧郁症 那他不是说 那你呢 他说我也蛮无足的 所以当一个人 他的肠子呢 他有不舒服的时候 你大家可以想见 他就容易腹脏腹腺 然后他有紧张焦虑 不安的情形 就是你肠道的不是 当然影响你的作息啊 因为你一定要跑厕所嘛 所以这样反过来 会造成你的身体里面的压力 这样会有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重要是要疏解的压力 不然的话 第二个的话 就是要做规律的运动 这样子也助于 我们自律神经的调节 当然饮食方面的调整 也是很重要的 真的 而且刚刚这个新门医生 一开场就提醒大家 秋冬温差开始变大 而且开始变冷 各种免疫系统 或者感冒流感的 这个案例会增加 而且有一些人 悲悲是感冒 悲悲是流感 他就会恶化成肺炎 对 我其实要接着 刚刚前医师的感触 为人父母之后 才会知道 就是要先呼吁一下大家 因为这个季节开始真的是感冒 跟流感盛行的季节 到了这季节的时候 父母亲千万不要逞强 觉得我自己无所不能 我一定要照顾小孩 因为我就真的看到一个 我真的蛮震撼的案例 之前就有一个男生 我以前是在医学中心 当医师 那时候有一次就有一个男生 一个爸爸 他就来我这边挂号 我说他要看什么 他说我要看感冒 他说原因是因为他的女儿 就是因为肺炎住院 那他住院之后 他太太跟他两个人 都有照顾他 太太在医院得到流感 他只担心自己是流感 所以他来这边做检查 跟看要不要开一些药物 医院果然是流感 我就跟他说 你跟你太太不要铁齿 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休息 他就说好好好 看得出来很急 就要赶快上楼 就上楼去照顾自己的小孩 那我就因为通常流感 我们比较担心有问题 一个礼拜会回诊 回诊的时候 我就看我的病例 这个病人怎么没有来看诊 我一点进去看 不对 他在住院 而且他住在哪里 他住在的那个病房的代号 是家户病房的代号 后来再隔了几天 就隔了一段时间 这个先生室友回来看诊 他才说 他那时候其实知道自己得了流感 他觉得吃客流感 应该整个状况就会好了 结果忙着一天吃 一天没吃的 最后人传到不行 其实他到家户病房 是还有放夜客膜 所以他是真的是从鬼门关 真的变成重症 对 他是真的从鬼门关回来一次 所以我自从这件事情之后 就算现在再累照顾小孩 你都一定要先把自己顾好 否则不是小孩的问题 反而是你自己出现问题了 那接下来我们柯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师傅是要用鱼来炖白菜 这个好像是闽南厦门老菜 对 这一个已经是百年的老菜 而且这是当时有上过国宴的 我先把这个白菜 我是先汆烫过 实际上我们在做这道菜 正统的时候这个白菜我们只取嫩叶部分 嫩芽部分而已 这个是两颗白菜 两颗包心白菜 然后这个是新鲜的 我们用新鲜的 因为新鲜的话 它可以缩短烹调时间 然后这个汤 我先把这个汤加进去 这个汤就是平常我常会带一些上汤 就是鸡肉 猪什么一起熬的 然后除了熬这个汤以外 我先拿到7点 把这个三倍的量 加上这两只活的鱼 然后熬三个小时 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精华 所以这个 待会我会好好喝汤 所以它其实是那种鸡架汤 或者鸡的鸡高汤 可是它还加了鱼骨是不是 对 而且我跟你讲 一般来讲 这个是什么鱼 这个是加纳鱼 加纳鱼 加纳 我们敏南讲就是 应勿里面三加纳 对 加纳鱼就是日本人讲的 泰 马斯泰 就是真鲦鱼 就日本祝贺或怎么样 就做那个鲦鱼饭有没有 那我只有取鱼肉的部分而已 等等你是怎么熬高汤 是鱼头鱼骨熬高汤还是 我先用一个那个上汤 上汤就是鸡跟猪的这个汤 先熬好 然后这个一定要煎过 煎过之后呢 煎过它比较不会那么快反掉定型 因为火的不会熄 然后再去小火慢慢熬 熬的时候你就是滚沸 到汤变成灼掉 汤变成灼掉 然后它自然的 它那个本身的那个肉 肉的蛋白质会掉落下来 其实这个肉还很多 那因为这个本来是跟鱼翅来抗衡的 所以它就那个细缝里的肉都不用 它只用那个鱼柳的部分 好所以这个鱼肉的这个鱼柳的部分拿出来烧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熬了汤 对 我这是20年前学的 到目前为止 我只在三年前有一次慈善晚宴做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 那台湾没有人会做这个菜 如果没有这个鱼用别的鱼替代呢 应该是滑魚 放一点盐 然后放一点胡椒粉 放一点胡椒粉 放一点盐 然后这个因为是活的 我今天买的这个鱼是活的 野生活的 然后所以我都酒都不用放 我连酒都不用放 然后这个这样子 大概放一颗蛋黄或全蛋都可以 我放一颗蛋黄就好了 好 放一颗蛋黄进来 所以一点盐 一点胡椒 然后一点米酒 然后一点蛋黄 不用放米酒 不用米酒 对对对 一点蛋黄 蛋黄其实就裹上去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待会也是要煎一下 要煎 要煎 所以这个呢 上面是裹什么 裹地瓜粉 哦 好 裹地瓜粉 地瓜粉我们稍微这样抓拌一下 它其实就不用需要腌制的时间 对 好 然后这边呢 我们平底锅后 加一点油进来 我们要来煎鱼 不过同一时间 其实我们另外那一锅炖白菜 它因为高汤沸腾了 所以其实它开始越来越香了 对 其实你可以偷喝汤 真的吗 这个汤我跟你讲 喝一喝嘴巴就黏起来 那个胶质好多 既然你都cue我偷喝了 我就不用客气 因为我看它熬到那么奶白色 这个感觉很 你知道像日本 蓬古拉面那种奶白色 对不对 所以你刚刚讲说鱼肉有煎过 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奶白色 我就理解了 所以很多我们吃那个鲫鱼奶汤 上海菜鲫鱼奶汤 实际上它是大火去熬出来的奶色 并不是 并不是那种加牛奶的 鲜甜好喝 很赞 那个鲫鱼翅汤还赞 很赞 很赞 因为它其实有肉鲜跟鱼鲜 然后非常的浓郁 所以其实高汤在这里的角色很重要 如果没有空这样子熬出奶白高汤 用传统的鸡高汤 当然会打折 当然打到这一折 非常鲜美好喝 然后你喝的时候可以加点醋 但是我不建议加醋 我觉得喝原味是最好的 然后这个鱼 实际上这个鱼 我们在做的时候 原生的做法是鱼 我们只取鱼柳那个部分 我们那个鱼的背部那个地方 你有时候挑鱼肉 一挑起来这样一条 就是那一条 只挑那一条起来 然后用白菜的叶包起来 包起来去炖三个小时 所以你一碰 你不用牙齿咬 它就软了 好 这个是闽南菜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煎肉焦焦焦 你一定要煎得这样 酥酥黄黄的 它等一下去熬煮的时候 它才不会变形 如果说你没有煎到 这种酥酥黄黄的 它去煮的时候 它整个就会 散掉 鱼肉就会散掉 鱼肉就会散掉 好 这是我们火可以调小 然后再把这个 我们把它放过来 好 我们把它煎好这个 煎得表皮焦香酥脆的鱼肉鱼块 直接放到汤锅里头 对 其实鱼是熟得快的 所以就算现在没有全熟 这个汤锅就会让它加热加熟 对 遇到这个汤 它就很快就熟了 而且这个你在吃的时候 就是要炖到那种 几乎不怎么需要用牙齿咬的 那个程度 这个皇帝真的会开心 皇帝都不用牙齿 对不对 对啊 开心 所以这个你们过年的时候 今年年年有余 这一锅就用这个吧 真的 不用过年 平常时候也可以过过年 也是 好 可是师傅今天的调味料 其实还有我们的葱丝 姜丝 然后还有枸杞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只要放一点盐就好了 因为你刚喝过它很甜的 对 所以你其他的调味料 就只需要盐巴就可以 我们放一点盐巴进来 放一点盐巴进来 然后其他的配菜 实际上它的作用只是怎样 只是增色而已 它没有其他的一些作用 所以你枸杞在这个地方 它只是一个点缀性的 好 点缀性的一个 枸杞可以点缀 对 然后吃的时候师傅说 其实可以斟酌的加一点点 微微的红醋 类似鱼翅的吃法 是 是 是 然后再把我们的 姜丝 姜 然后这个葱丝 放着 然后有时候我们可以再搭配一点香菜 可是师傅你很用心在摆盘 你的画面好美 你博艳了 真的 有些肉皮了 再来提一点点香油 这下来就是要 刘伯仁医师上台表演的时候 再多一道菜 然后再把这些香菜呢 放在这个鱼肉上面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果然是这个果宴 所以我们要吃起来的味道是很棒 也难得在这边有机会吃到柯大 柯老大做了这么棒的果宴菜 太好吃了 那我们讲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天气冷冷的时候呢 这种热热的汤喝起来 这非常的舒服 暖在心里面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天气冷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些 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我们碰到最多就是什么 天气冷啊 有人会流鼻血嘛 流鼻血 你在这个小朋友很常见 常常小朋友睡一天晚上起来 一枕头怎么都是一堆红红的血迹 家长会吓了一跳 那大部分来讲 那个流鼻血是没问题 我们以前碰过一个比较 一个个案是这样 那那个个案那个是 大概五年级的一个男生 那他在外面 因为他流鼻血 外面耳鼻有给他涂药 涂药刚才讲说 因为天气冷啊 那所以年末破掉了 跟他讲不要去吃辣的 可是他说 我小孩从来不吃辣 也不吃什么胡椒 连炸鸡都不吃 那怎么流鼻血 那来医院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这个小朋友有点苍白 我们就觉得 你是不是怎么 怎么是流鼻血流到 那个贫血的吗 我们帮他咽个血 一咽血发现 也不得了 你知道我们这个白血球 大概就五千到一万 这小朋友出来报告 那个我们派 那个检验师打电话给我们 他说 刘淑人这小朋友白血球 三万 三万我们一进去很高 那不是一般的感染 一般来讲感染 一万五两万就差不多了 那三万 然后还有问题 他的血液要反正非常低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怀疑 就是什么 我怕血癌 血癌就我们俗称的白血病 当时我就跟我们的 小儿子一直打电话 我说 这case要注意一下 我转过去给你 那刚开始 爸妈还不能谅解 所以我只看个流鼻血 你怎么 小儿子不会弄紫鼻血 我说不是 你这可能是全身性的问题 而且因为我们在当时把他敲打 觉得他那个皮脏都很大了 后来转过去之后 后来他们这个小科赶快收住院 一段时间诊断 确定是血癌 后来这个小朋友 因为是急性的一个白血病血 这个血癌 后来他做化了之后 痊愈了 运气算不错 我听大家就说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你会秋躁 遇到这些流鼻血 或奇迹怪症状 你不要以为小滑鼻 有时候真的不好的时候 起一些状态 在进步检查比较好 那问一下钱医师 秋冬的时候 肠胃型的感冒案例 也越来越多 的确 到秋冬的时候 它跟夏天又不太一样 夏天因为天气热 我们常常得到的肠胃炎 就跟细菌感染有关 那我之前有遇到一个爸爸 他大概40岁左右 他那个差不多在8月底 快到9月初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可能同事 大家一起聚餐 那时候去吃那个sashimi 那时候吃的时候很丰盛 可是回去之后 就开始拉肚子 拉得非常厉害 那时候他在家里 冷了三四天之后 因为有点发烧 受不了来到医院来就医 后来就真的是住院 住院的时候 他就整个腹脏的非常厉害 然后那时候打点滴 然后检验分辨 发现是 那时候发现是 沙门氏菌感染 那时候住院打了抗生素 后来就慢慢症状改善了 就是他的气慢慢排掉了 然后腹泻也停止了 就出院了 出院大概再隔个两个礼拜左右 他又开始上吐下泻 回到我们门诊的时候 他就觉得奇怪 我明明不是好了吗 怎么怎么真的那么可怕 沙门氏菌感染 怎么会拖那么久都还没有好 我听他的症状又不太一样 这次他是以吐为主 然后这个会吐 然后又会拉肚子 我就先问他的 说家里有没有小朋友 他说有 他家的小孩也是一样 上吐下泻 非常厉害 然后那个这样听起来 就比较不像是原来的沙门氏菌感染 比较像是一般的病毒性的传染 因为到了秋冬季节 有时候小朋友去学校 那彼此互相传染 是很有可能的 尤其像是诺罗病毒的话 一个人感染 全家都会感染 那以前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像这种诺罗病毒感染 或者是我们讲的 轮状病毒感染 都是用粪口传染 就是说你感觉上就是粪便 到手没有洗干净 才会受到传染 那时候就觉得很纳闷 就是手洗干净不就好了 怎么还会被传染 你是大人 大人你就尽量要洗手 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没那么简单 因为你小朋友他会呕吐 他有时候在床上 在睡觉就吐 吐了每个床单都是 那个爸爸就是这样子 就一直洗 就在那个厕所里面 就一直要洗那个床单 洗他的内衣物 其实你这样连续要洗下 你说怎么不被传染 你怎么样就很难避免 所以我们 而且像这个病毒感染的时候 跟一些细菌感染不太一样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譬如说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诺罗病毒的话 他比较会有呕吐 然后像轮状病毒的话 他除了这些发烧 或者是腹泻之外 他常常还会有肌肉酸痛 关节酸痛的现象 会有全身性倦怠的现象 那这些症状呢 跟一般我们前面吃坏肚子的 细菌性感染又不太一样 所以到秋冬季节要特别注意 这些病毒性感染的肠胃炎 那这个再请教一下 钱医师 秋冬还有一些人 免疫力比较差 好像有一些肝病的案例 也都会增加 的确 像在北欧有做过研究 其实到秋冬的时候 他们分析起来 发现跟空气污染也有关系 现在台湾也是一样 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 我们的PN2.5就开始上升 那这个时候天气不好 他们发现说 在这个秋冬季节冬天来的时候 以糖尿病跟肝病引起的死亡率是上升 而且他们发现是跟我们的PN10 跟一氧化氮二氧化硫有关 就是说你空气污染 它会造成全身性的发炎性反应 那这个会诱发这个肝病的发生 另外还有一个理论是这样子 它到秋天的时候日照少 维他命D降低 身体的身体维他命D浓度 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发现一些自体免疫性的疾病也增加 比如说像自体免疫性的肝炎 风湿性的关节炎 或者是肠道的一些克隆失症 这些跟自体免疫的疾病 到秋冬特别容易发作 他认为说可能是跟他日照少 比较少太阳有关 所以这个新门医生才会 今天节目一开场就提醒大家 其实符合免费施打流感疫苗条件的人 其实都应该要施打流感疫苗 那另外一个秋冬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或者很多这个小朋友 或者中高龄的老人家 常打的是肺炎炼球菌的疫苗 对 其实我们真正在这个季节里以后 如果你们要问我们说 到底要怎么样完整的一个保护 其实有两支疫苗 我们是建议施打 一个就是每年一次的流感疫苗 第二个其实叫做肺炎炼球菌疫苗 我们很有趣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他每年都想说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就是很多人会想说 他我以为是同一支 其实他是分成两种不同的东西 可是可以在同一次做施打 你可以左边打一支 右边打一次 同一次可以把它打完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到底施打该怎么施打 我们先讲一下流感疫苗 原因是因为流感疫苗 它其实是每一年 有流行性的不同 所以每一年WHO 在那个大概二月多的时候 他们会找全世界的专家去开会 他们开会之后 就会决定说 他们预测今年度 可能会流行的四支 这个流感的病毒 然后去做成疫苗 所以接下来发过去之后 大概在十月多的时候做施打 所以其实流感随着每一年变动 是每年施打 但是肺炎链球菌的话 它其实是一年 一辈子施打一次就可以了 它其实通常分两种 结合型跟多糖体型 结合型的话 它其实终身一次就可以 因为结合型 它发现它的免疫反应 比较长跟效果比较好 所以他们通常建议的 就是终身一剂就好 可是如果是多糖体型的 有些人我们就会建议 他再补打一剂 所以通常我们会写的 就是一到两剂 所以可以以这样子做参考 那很多人就问说 那到底什么叫做肺炎链球菌 为什么我们要施打 原因是其实我们发现 肺炎很多种病毒病菌都会感染 可是其中里头细菌的感染 比例最高的就是肺炎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本身 它其实我们现在身体 就有肺炎链球菌 住在我们的鼻腔后面 可是它平常如果你免疫力好 你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可是当你流感季节来的时候 你不小心得了流感 或你得了其他的感冒 这时候你的身体免疫力 正在底下 肺炎链球菌就很容易 在这时候伺机而作 所以他才会建议说 其实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保护 这个流感甚至并发重症 整个合并起来去保护的话 是这两支为主 台湾其实之前有做一个研究 它能把8000多个人分成两组 就是一组的人是只打流感疫苗 另一组的人是打流感疫苗 加上肺炎链球菌疫苗 他去看未来的死亡率 他发现打两支一起打的 就是两种都有保护的人 他的死亡率明显下降26% 是有显著效益的 所以我们其实会鼓励说 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免疫力 比较低下的人 其实你应该要这两层 防护都一起做 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等一下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疫苗如果叫做 肺炎链球菌疫苗 那它等于隔绝的 或者是这个降低伤害的是 这个链球菌嘛 对 可是万一我感染到 其他的病菌的状况 其实我也有可能有肺炎状况 其实还是会对 只是说这支菌最作怪 然后比例最多 所以把它围堵掉了 对对对 它就是等于这一支的比例高 而且它们其实细菌性的肺炎 是来得快来得很凶 所以有时候等到你已经发现了 打抗生素是来不及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再更早一步 你至少先打疫苗 做把这个隔绝的动作做好 那接下来李医师 也要分享一个秋冬保健的养生茶 对 我会推荐大家你可以用沙生麦冬 还有百合 你用各时克 然后用600cc的水煮沸后 然后就可以直接饮用 那我刚刚也看到 这个水真的 因为它是三个药材的颜色都白白 所以煮出来的水也是白白 对很清爽 对很清爽 而且它沙生麦冬 它主要是滋阴润肺的作用 所以你在秋天的时候 你很容易有肝壳症状 其实平常就可以喝了 因为它没有对于身体 没有什么很不好的影响 然后是一个很平和的药材 那另外我们在秋天的时候 很容易会有情绪不好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秋天跟我们的情志 是跟悲这个情志 是相对应的 那这个情志 它会让你比较情绪低落 或者容易悲伤 那像我们这个茶饮里面 有一个叫百合 百合它是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那它另外也可以让我们的情绪 是比较 比较怎么讲 舒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茶饮还不错 那另外的 那等一下 这个茶饮 有没有限制什么人喝 或者喝的量的限制呢 其实没关系 你就可以六百cc 那你就在白天的时候 把它饮用就可以 其实对于一般的体质 都是适合的 对 然后像除了这个茶饮之外 我也可以建议大家说 你可以喝一些玫瑰茶 因为玫瑰茶 它是有树干解育的作用 所以秋天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是可以饮用 那节目最后 留意事业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咛 面对这个有时候会容易秋灶的季节 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身体 不要着凉 那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感染疾病 可以用这个疫苗 如果你符合条件 你可以跟医师咨询一下 事实上 疫苗打下去之后 对一些感染疾病预防 是非常帮助的 第二来讲 记得还是要注意 多穿衣服 多喝水 很多人吃了灶热食物 不喝白开水 身体照上加灶 是更不OK的 还有不要忘记的 睡眠要够 然后不要熬夜 这样子就可以快乐度过秋早的季节 那刘医师我请教你 像你本人也是会打流感疫苗的吗 是对 因为刚刚新闻医生提醒的是 免费的疫苗 是小朋友跟老人 老人可能某些地方条件不一样 有些地方65岁 有些是60岁以上 对对对 可是你会建议比方说中年 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也打吗 其实流感 如果大家得过流感 就知道 后面的生活品质 你耗损的 不是光金钱的问题 代价很高 你的工作可能一礼拜 根本没办法去做工作 你可能就是每天躺在病床上 病奄奄的 非常痛苦 虎头酸痛 那当然我们是医疗人员 但我们在接触高危险区 每个人都是咳嗽来找你看病 所以他都对你咳 可能高危险区 但是如果说 你的工作 虽然我们讲 你不是那种高年 或者很幼小的 而是说在你工作场所 你会容易接触大众的 比如交通运输 或在菜市场 或者做售仇服务业 到处拜访客人 你都建议要打 这样比较好 这样比较安全 那这个的打如果是中年 这个并不符合免费层级的 好像一季顶多也是几百块 几百块钱 就是不同地方 可能有一点价差 但是你觉得打一下 还是比较划算 当然那个每年的打一下 吸力还是有帮助的 好 谢谢刘师的叮嚀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购在年代 骂取代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 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